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他们和三金杯都挺有缘的 现在看到的是这个现场画面 我们中国的三元大将 你看现在是两位对手 挨得很近 挨得很近 虽然是往期 但实际上就是在隔壁 是吧 其实往期 原来如果正常的情况下是面对面 现在是背靠背 其实你说他们下的时候 是不是也能观察到对手的表情 对 我们有时候说往期 不能看对方的表情 但是这个又不一样了 离得这么近 也能看到对手表情 如果对手 比如说哎呀 就是能听到的 是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体验 然后前面我们说 两位其实跟三星杯都很有缘 那么杨领心是上一届的亚军 对 他也是很遗憾 是输给了唐卫星了 对 那么柯杰更有缘了 他是三届三星杯的冠军 对的 对 那么接下来这个半决赛 就是看看两位谁能够闯入决赛 是吧 说他也很有趣 杨领心 他的有一贯是来自LGB 然后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那盘棋 深圳旭 还有夏尔豪 他们三位都是LGB冠军 分别是最近的三届冠军 原来这么有缘 对呀就是我就说三届的三位LGB的冠军 和一个三届三星杯的冠军 组成的四强 对 这样的一个阵容 嗯 好 那么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啊 先进入鸡盘棋局 嗯 那是杨领心的黑棋 对 黑棋 我在想网上的话 是LGB是可以选黑白的 是吗 对 三星杯 就是我在想如果是网上 就是怎么选黑白呢 嗯 其实三星杯 呃原来半决赛都是三番棋 嗯 就是从去年开始 半决赛是改成了一盘棋 对 如果是三番棋的话 这个胜负可能悬念也更多 是吧 对 那就节奏也是更慢 对对对 我记得原来有一些比赛 就是半决赛是三番棋 决赛是五番 嗯 三星杯好像一直是半决赛和决赛 都是三番 都是三番 那么摆了挂 可见没有点三三 它是挂角 黑的反挂 对 现在其实布局呢也是悬点很多 点三三啊或者挂角啊 双飞燕呀 对 其实都可以 那么双飞燕 那黑的这个挂这个显然是 其实不怕都有双飞燕的 对 咱们从这种逻辑上来讲 对吧 是的 那黑的为什么不怕双飞燕呢 一般双飞燕黑的靠 唱 嗯 双飞燕一般白的是要脱的 在这个局部 嗯 那么现在 这一步白的如果脱的话 黑的挂角就形成了一个引针 哦 黑的要端在外面 现在是刚好蒸掉了是吧 对 蒸掉 哦 刚好 对 上面等于多了一个挂角的黑子 嗯 那么 黑的蒸掉 这样白的斑 黑的提 这样黑棋能够一手棋提干净 对 这个图是 算是军事 但是呢 感觉更多人喜欢下黑的一些 嗯 它这样吃的效率很高 尤其黑的挂角的一方嘛 它主动选择这个定时 它肯定是 比较希望走成这个局面的 对 所以说这个也是 刚才为什么说 不怕白的双飞燕 因为白的不能脱了 对 果然这番棋 呃 可解九段也是长的 啊 可解选择都长 对 这地方 可解也承认 这地方 我不敢脱 不能脱 我不脱了 对 算了 由于这上面有个挂角 嗯 那如果没有这个挂角 刚才不能蒸掉的话 那也就说白的可以脱 有没有下的时候忘了 对 把这个蒸子忘了 来脱了一下 也不怕 那样子也是一盘棋 是吧 虽然你下落入对手的那个套路之中啊 但是也无所谓 也差不多 对 将即就即 那么白的在这个地方选择的比较简单 插 这样是一个黑的取脚地 白的两边 这个对 这个变化是相对简明啊 对 这个一看 我感觉这边其实 当然这两位其实我觉得也太熟了 是吧 呃 他们之间交手也是很多次 我估计往齐更多 啊 往齐就不说 往齐估计 不计其数了 是吧 数不过来 所以你看他们相互之间非常了解 又是队友 对吧 都是中国队队友 所以你看他们这个前面布局也是非常的简明 对 他们俩的齐峰也都不是以力量组成的吧 都是杨顶新是比较全面 然后比较平淡的 嗯 齐峰比较平稳 然后可能是后半盘比较强 柯杰是各方面都很具 对 柯杰真的是 我现在觉得越来越强了感觉是吧 好 现在拆过来 挂脚 就是我觉得他们俩下的话很容易下成一盘功夫器 嗯 比拼内功 对 高家 其实他们两呃 两位棋手从历史战争来看应该是柯杰领先 而且是比较这个大比分领先的 大比分领先 而且最近我看这一波是柯杰是四连胜当中 嗯 是多久下的 应该他们最近一年我印象中好像没有教授正式比赛啊 好像要说最近好像是去年了 因为我感觉杨顶新是从18年的年初开始就是属于发力了啊 嗯 从那个等级分各方面成绩上就是就是进步的很明显嗯 大概之前是大概排名十十位左右的棋手到我印象中是第二而且挺长时间嗯 就是从18年年初开始杨顶新的成绩是比较稳定的 而且是就是明显的有一块提升嗯 所以说如果说太之前的话可能不太多数啊 嗯 应该是19至少19年柯杰还是在这个主要是柯杰这个成绩太稳定了 对柯杰今年这成绩呃对内战外战成绩其实胜率都非常高感觉要有八十九十的样子 对接近九九十八十七我看好看哦是吗哦都算了这么三千杯又赢两盘可能 统计的好详细啊嗯反正胜率也是很恐怖的对但深圳旭也是韩国的对深圳旭更恐怖深圳旭是五五十五胜六百今年也是八十多对反正 但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他们可深圳旭因为在韩国国内的胜率啊嗯 我觉得那个寒金量难度没有中国的高中国更难下对但深圳旭今天以后特别多票金华 其实这个寒金量也也不小对 黑的肩冲完一大跳嗯可以看这地方黑的是没有选择飞压嗯如果黑的飞压的话是怕白的冲断 现在马上冲断这个地方飞压的话白的就没得商量了对现在这个行人家头这么硬他实在没心情在爬就算不肩冲这一下也是一样这边是白的子嗯这边是白两边都是白的子白的必然要冲断这个有点太过分了是吧 那么杨年新选择了一个大跳对小接啊嗯实战这个黑的是选择白的子力在这一块比较强那我就算了啊避一避风头是这时候给白的留下了几个选点一个是接着鹰接着鹰的话他觉得这下坚冲哎好像有点就有点先手便宜便宜对 如果没有这下坚冲我相信白的应该是会有心情接着鹰的有心情鹰一手但是被别人坚冲一下好像不太啃了而且有坚冲之后白的这个拆儿变得更加厚实嗯所以这时候白的选择拖鲜拖鲜嗯但拖鲜走哪儿这时候也是一种的选择对他实战是低肩低家是吧那除了这个 哦第一感如果拖鲜的话手脚手脚哎这个堂堂正正那为什么手脚呢因为首先这个地方黑的三个子现在比较厚嗯由于白的拖鲜了这黑的应该是个比较厚对那么白的有可能是担心这个子被黑的这边加工嗯白的怎么办那白的这一手脚之后就不是很怕可以加工了而且手脚这个堂堂正正对 那柯杰选择一个以前迪加这个比较激烈的下方其实要我是黑的我就是反加或者我是白气的话我会担心黑的反加啊反加的话大致还是要压的白的就是压哪边的问题如果压这个压这个比较常见是吧呃对压这两个现在都很常见啊对现在都很常见先压这个黑的有可能会直接加击这个 这个黑气的配合还比较满意这还可以因为下面如果黑的算是后市的话那这个正好夹着白气让白的从这地方出头嗯应该是黑的算是比较理想对那么如果压这个就又形成了一个另外的顶势点三三白的虎给的粘嗯这是走哪个嗯白的是要挡对嗯黑的翻爬一下 黑的外面再压一下可以看黑的这样黑的很厚黑的就算还是这样加过来的话总之白的这颗子是要受工的对是要处理的那如果白的还是这么跑出去总感觉黑的配置还可以尤其上方还是个定式黑的再依靠上方举步黑的并不吃亏嗯对这样子反加过来黑气好像也不错啊 对但是实战黑的没有选择这个变化是吧黑的是觉得你下方凭什么拖鞋哈哈他先来问问你下面怎么定型对我觉得这是这是科技反加他觉得别人要跳下去啊他想好了对他就他就刺一下刺一手然后立一立嗯这一手刺第一眼感觉有点 俗啊但是肯定是有他的想法是吧刺完之后就给黑的留下了这一个断点就是白的比如说我飞一个你这黑的就得补了这个得补不然直接冲断了哈不管你顶还是拐反正要补一手啊这是白气的一个新手便宜因为白的他说我这子不太可能以后刺在这啊在这是没有价值的啊就是等于黑的一旦这个地方有子嗯对吧比如说有个子有白的跟着走 那我就刺不到了哦我就把你这个地方刺中反正你都很厚了他这一带反正看轻了是吧对嗯那白的这一立之后白的上方一件低加就体验出他有可能比小飞手点好了哦因为现在嗯黑的你说再加击比如说我们摆一个图黑的再加那么白的左边这个子啊就很轻了 因为由于这个地方白的有个二路立嗯白的局部以后不管做活还是跳过嗯黑的在这地方都没有木啊而且上方黑的也不厚那白的这个子就是可以合气合气了对啊现在拖线也行很轻那该走大厂走什么都行嗯所以说有了这个交换呢白的这个子非常轻所以黑旗现在也转变 黑的策略啊这里先交换一手对黑型呢也就不反加了对他直接点三三啊所以从战略战术上这黑的跳这个子有可能是虽然是想契合的反击但是有可能是有点有点小问题有点小问题不如先从这边反加是吧对先攻击你这个子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去跳因为黑的只要不跳白的永远不可能在二路立一手对 自己立一手还是比较缓然后黑的当跳下去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决限嗯可以保留一下对可以先不走但当时的话肯定这个忍不了我我建议你凭什么拖线啊肯定是这么想上面反正这是一个常见的定式啊定式啊 可以看哎现在的定式都是爬的这个也是算那个新定式了啊不是我们原来都是沾现在都改为爬对主要这个是一个像原来的话也是一个判断性问题就是这个字那么如果黑的跳嗯跳和白的拐交换这个是原来在原来很常见的嗯黑的跳白的拐 这是觉得定式黑的里头可以跳一下那么这两个子谁便宜了的问题谁便宜了呢这两子好像还是黑的便宜啊像我们当老觉得现在这个地方是软头对当时是对这个头的执念对比较看重现在看来就算跳一下也是黑的便宜这个地方啊而且他别很微妙很细微他可以不跳因为当时这种子还怕别人对对对对其实 之前这个定式确实是觉得白棋要顾虑的地方挺多的黑棋先捞一个实实在的角挺实惠的所以说原来特别喜欢挂弯点三三对对对还是比较喜欢黑棋的地方出在这了原来是出在这里啊有的时候就是好像看似很明显的一首棋是吧就一路之差但是大家下了那么多年也想不到因为没注意没去注意这个事情对这个 我觉得是一个比如说老师原来教我们从学期的时候就教这个棋这样是一个定式对然后后面的人去记住的一个东西嗯就比如说是一个教科书班的这个定式嗯但是呢这个定式又没有说是有明显的错误的地方对啊他只能说是有点比如说这个这个也行这个也行的这种感觉那么原来其实也有人下过这个爬但是没觉得他好哈哈哈 其实大家没有认认真真的去想这个问题是吧而且可能很难很难能想明白我觉得确实就比如说确实这个爬完之后这一贴那你说这个子你必须得走啊不走就被断死了嗯那到底他这个价值有多大所以这就是一个很虚的地方对很难量化他我们其实我们我觉得我们人类比较擅长的是那种解题性的思维就说你出一个局部的对杀对杀 死活题那我们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因为他是一道题目能够解答怎么样多一幕少一幕我们是能判断清楚的但是这个局面一旦变大变开放性以后就对确实是这个很难去找啊很难去找到这个答案对这也是一个好点大厂现在大厂其实就这么几个了可以看现在局面下完可以因为白的有了 二路立的这个字啊白的左边这个字很轻啊因为黑的自身这地方还有个断点白的还有二路跳嗯所以这边就是很小双方可能都价值都不大对虽然这边还看着拆物啊还有几个格但是这边是很小的嗯那么就相对别的大厂来说上方和右方的啊这个哪个大对这个就是这怎么判断呢呃应该说如果这个其实是小非的话嗯那这个 就未必就未必是这个大了嗯小非的话有可能是这边大或者白的甚至碰一个嗯但单关跳的话就比较明显了因为单关跳黑的最怕的呢就是这个这个逼住对因为逼住完下部马上一飞有漏风脚上就没空了对那么黑棋拆黑棋拆嗯这个你走一个我得走一个不能两个都让你抢 白的跳啊啊跳跳的话是补强自身的一步步走黑的有一个也算是一个比较著名的一点点这要这要断的我得粘住对是吧一点那这个地方白的就不太好处理这好像随意的是吧跳哪个都可以跳的地方有点多啊两跳都可以我就选择一边吧对啊反正不管跳哪边都不能冲断是的这个一倍 可以一旦从中间这个把白棋割开了白棋就苦战了嗯其实白的这地方也有个教科书班的处理啊哈哈哈拖对可以暂时的把这个难关呢给解决吧或者给过去如果是果斑是什么情况这个局部是一个弃子啊打这里啊白的是要弃子了啊这个力形成一个大头鬼 哎打吃黑的好吧我家住你家嗯黑的提不提是一样的提我再铺然后这时候呢黑的可以选择断死白的那么白的就弃掉了啊说这个四个字嗯就给你吃了那么拐一下是先手不走的话这一猴对这个在补对你不补的话这一猴这你就不是你杀 他白起了啊这黑的补一个对这也算是白的暂时把这个难题给解决掉了对这样子通过弃子啊转身嗯算是把这个包袱弃掉了黑的吃了十几目然后白的还行在外面走了几个嗯走的圈外势但是这也非常大对所以实战白棋还是选择补了一手补强跳一个嗯这也本身呢也是 有价值的对关键白的现在也不知道不走没有没有别的没有明显的更大的他说过这地方不太大对他也不知道走哪所以你看黑棋黑棋也不走这边黑棋是选择打路所以这个判断还是比较一样的嗯就是这边已经很小是因为白的有了这个阿尔鲁里嗯前提都是因为白的有这个阿尔鲁里嗯前提都是因为白的有这个阿尔鲁里那么白的跳黑的小尖好 啊啊柯杰在这地方选择了反击嗯正常来讲就跟着阴影啊他可能觉得被黑的便宜了这多了两个子比如说飞住对啊他可能觉得这被黑的便宜两下不太舒服小跳反击黑的小尖 小尖完贴 这个时候 啊白旗先飞 啊这下是白的全力白的在飞出来飞出嗯这个二子头 虽然很大哈也很大但来不及是吧 没有他再长会有点慢吗他接着鹰的话 应该是还是怕黑的啊飞住在里边能活但是可能有点苦是吧对他说这二子头呢虽然是二子头但是白的长了之后他也看不到这地方有什么木对黑的斑了之后呢 这边这是白的头这是白头这是白的子嗯还是看不到有什么木对 然后上面飞住是很明显白的要举步 尖了小尖什么的做活了是这个是非常大的有时候不用这个执着于这个旗形啊呃什么二子头 要斑啊什么的要长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因为上面也很着急对主要是这个更着急 急锁那黑的那黑急斑当然也是很大啊啊这个地方我看那个决意是推天白的把黑的断掉断一个感觉力量也很大但是一般人可能没有这么大力量是吧可以看这长基本上是先手不走这一发所以白的旗形是非常不好的嗯有点有点担心是吧就是这感觉不太敢断 这个人类球是一般觉得搬一个正常对搬一个算了因为黑的虽然很舒服啊这下凉下很爽嗯然后黑的沾白的拐这是必然的嗯这个这个黑旗对得利但是也只能忍了是吧黑的这多三个子呢其实也还好也没看到这个地方有什么明显的木数对然后白的这多三个子呢其实也还为了几目啊这个是白的觉得可以接受我也能忍对忍一忍就过去了 这白的小戒那这是白旗的权利 实战科捷是把这个区区跳不穿哦跳一手啊他觉得自己已经他觉得上面不用再花手术了哈 对其实这下的挺狠的其实在这边比如拐跳一个接应也是可以考虑的对 这个跳会不会也有一点间接接应啊虽然离得远一点 那还是有点太远了如果这边对这边是肯定是更好进行但是他现在怕这个软头啊被扳比如说别人再连扳再连扳可以看这地方还是软头别人挖一下是先手 甚至有打了长出来的手段这个白旗气有点紧对不舒服 所以说他这边边又抢了一手对 抢一手如果说你对我上边没有很严厉的进攻手段那我这个跳就便宜了 因为没有什么严厉的进攻手段的话可以看黑的这一串虽然你把我头也扳了但是我还是跳出来嗯 而黑的可以看没做什么木术对实际明显的木术没做并不实惠是吧 所以现在 来了对杨景欣也得亮剑了点点 这是摆的比较头疼的对这也是眼尖的一个这个要害啊一点怎么办 哈哈哈现在就是两档是吧身还有团还有一团对这几个硬法对因为挡这个呢可以先排除掉 这被别人一挤 这个其实 那么如果白的粘黑的是可以有个冲出来的手段 这个 嗯哦 可能不敢粘 哦这样子这白的还算是一个转换吧 啊这白的把这个提通哦 这个转换的白的应该是不太肯因为这三个子死了太大了啊 比如说黑的 黑的甚至把这个度过也挺大 不走被别人压一下 嗯就比如说度过了嗯白的只是 提了一个子 但这三个子死里是死了 十几二十目是 明显眼见的 嗯 这打吃他不能粘什么 粘上被挡回来的话 白的再往处跑黑的不太确定 哦 因为这期如果是打吃黑的粘上的话 可以看 就是黑的 度过的方式是比较损的 白的这地方多个粘 这样我再连回来 哦对 这个地方黑的还需要补一手 那白的从这边跑是没什么问题 这样的话 可能吃不掉白起是吧 吃不掉的话黑的还不如刚才 对你要吃不掉 走些实惠的目的 对吃不掉就不如对 转身了 白的应该是不敢挡的 这个挡应该是不太行 因为如果能挡 黑的黑的如果不继续走的话 那那黑的点下是没损 嗯 这也是黑的肯定是啊 当天就亮剑 那白的实战选择这个粘 粘白黑漆爬 黑漆一爬 对 也很严厉 这是吓得非常狠 对 非常狠 爬完再打 这样子你下方基本上就没眼了 是吧 一只眼都没有 这两这两脊 是的 嗯 就现在白的腰为自己这大块啊 怎么做活 开始考虑了 乍一看我觉得白漆有点危险 有可能死在里面 你要没下好的话就真的死了 上面没有眼 然后这边头也被震着 这个回家的路 还是比较 曲折的是吧 白的不管怎么样 黑的都能连回来 是 这底下白的没有眼 白的只能在这个地方 做出两个眼 这个 第一眼看上去白漆有点 危险 有点危险 对 要看看怎么滞孤 好 这里总不能就死掉吧 白 嗯 还是 长 这个就是要 看看白漆的 滞孤的 这白的确实 功利了 是吧 凶险啊 看着是非常的危险 感觉很凶险 嗯 好 这种两位棋手 虽然是往上下棋 线上可以相互 可以回头 看一眼对方的表情 别下别看着你 到底是什么表情 对 看看你这个状态如何 黑的小尖 黑的这部小尖 我感觉 杨敬兴在这儿肯定是动了杀性 是 如果不想吃白这块的话 我感觉尖的这个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尖的话白漆是不是有点不敢走了 这白的如果再沾的话 应该白的没有这么悠闲 这块骑鱼 这已经 我要是再往里下 再来 再来破眼的话 对 我就算跳一个 应该白的这块也是很危险的 太太悬了 所以白的应该是不敢接了 嗯 不能接了 但不接的话 这个冲 冲段还是挺明显 挺大的 对 先 先有 有所得了 对 然后白的 先这儿呢 白的也 以下没有看出自己能怎么活 是 这白的怎么做活始终 一眼肯定是看不出来的 对 肯定是得通过一些 这种小间啊 考试 然后自己再继续做活 今天这里呢 就就是一种态度 就是说有得谈 是吧 这个事情 你可以活 但是我也便宜一点 有得谈这个事情 网站一间就是 态度有点强硬了 准备 感觉就是要杀气了 是 还是小间 这个小间还是一个要点 是吧 是的 嗯 这小间 始终是黑的一个心病啊 这个 这小间 黑的如果吃的话 比如说 这个 嗯 但是这个成本就太高了 比如白的 先往里搬一搬 或者是我先挡下来 对 这地方 一会儿这一段 还有可能杀气 是 刚才 刚才看起来 觉得呃 白气很苦 但是下几步之后 觉得头绪也慢慢多起来了 也不见得好杀 是 白的也 一眼看不到这块旗怎么活 所以我们就老说这个 智孤和这个公杀 好像还相对来说 智孤更大家更有把握一些 是吧 对 吃一块旗 要考虑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条件太多了 这个贴住 这个贴住就是应该说算了 嗯 咱们还是好朋友 咱们毕竟都是队友 慢慢来 对 那白的立 白的立到这的话 这块旗基本上就活了 就活了 因为 如果要挤过 这边有一段 是吧 这挤过 这挤过的话 是没什么意义了 嗯 挤过这次被断了 也是活的 嗯 那黑的如果想杀白的这块 比如说黑的需要一路斑 白的还可以打住 嗯 那你要杀的话只能这么打 把这个 那白的现在下手其实双活 上面肯定是有半只眼 嗯 所以这块旗是已经做活了 做活了 那早知如此白黑旗 是不是还不如 这里占点便宜算了 对有可能 那白的在做活之前 大家先点了一下 啊 对 这个立直行 再立 对 很机敏啊 反正白的做活了 啊 你看现在 呃 白旗呢 还不肯这个 简单的做活 嗯 断 先盖黑 盖黑 黑旗是点 对 黑旗 然后白旗呢 他不愿补活 他断上去 你看他在这 他觉得补不了 他不能再补了 就这一点 确实也是非常厉害 刚才说过这间 这两个字 虽然说 没有把这个字给割下来 但是 还是 有一 这个二路点 嗯 这二路点 如果白的挡下去呢 这被 一断 这个局部 白的就不好处理 如果打二路 打了几 嗯 黑的 粘住 先粘 嗯 那白的如果度过 黑的一加 这个是白的 完全不能忍受的 这个就相当于 本来 单段 爬过 你是肯定搬不到的 对对 这搬下差太多了 白的从 可以做两只眼 变成只能做一只眼 嗯 那这插一只眼 这个受不了 对 白的现在也虎不到 这 这被黑的打了打一下 这个白的是不行的 白的提 黑的冲出来 这个被分断了 对 你想滚个包 还滚不到 滚不到 所以这个局部 白的 走不动 嗯 不好硬了 干脆拖先 只现在 虽然说白的这块 成功做活了 嗯 但可以看 黑的从打住开始 黑的还是走得 挺不错的 是 黑的如果这一代 是全部后世 白的这块 你说不能挡 那么我火 黑的爬 那白的还不活 还得自己跑 那可以看 白的全盘误入 其实并不多 这个角 对 都是下方 加抬也就是15亩 嗯 这个地方也就 十亩期都不见得有 对 然后上面 几亩期 嗯 其实白的时空 也并不多 对 多找一些头绪出来 嗯 这个 属于就是 走不好的地方 就不走了 先保留吧 对 来 黑棋打 黑棋其实现在 有两打 是吧 对 这个怎么选 不清楚 嗯 但也是不好选 这边从这边打出来 这里好像是不是有一点点 嗯 但还是 还是应该打这边 还是打这边 对打完 打完 打完毡 这部毡 应该是黑的忽略的好手 这个特别冷静的一毡 正常的气概总是压死 对吧 对对对 这能压死 那肯定是压死的 嗯 那为什么说 这部毡 是黑棋忽略的好手 因为有了这个毡 之后啊 嗯 这上方白棋 可以看刚才我们摆的 给它搬一下 打一下 嗯 然后黑的在小间 这个紫白的是连不上 白的不能再毡了 这毡被黑的挤一下 这个地方 刚才说的半只眼 没了 就没了 哦 那白的连不上 怎么办呢 只能 哎 做活 对 刚才说过上方是双活 嗯 可以看白的这地方 一目都没有 那么这部毡起到了什么效果呢 如果这部毡 我们放在外面压 嗯 那白的就可以不做活 先把这个连回来 可以破眼 还是需要 在这儿破眼 那么 这部毡啊 成了新手 对 这个地方可以看 如果这子放在这儿 嗯 那白的毡就是后手 这是杨领心 他忽略的 他对 他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觉得这个子并不大吃的 那如果把这个放在这儿 那就不一样了 这上方白的就惨多了 嗯 这白的是个双活 而且这两个子 啊 这等于是粘和爬的交换 所以说黑的打了粘是 现在非常冷静的一步好手 他还是应该从这边打 对 这样打了粘的话 那说明把他并挡不下来 那黑的有小尖的先手权力 实战他是打的另外一边 对 打上面 打上面这个旗就一下子变得很混乱 对 打上面粘住 那刚才说过 如果这白的打吃现手的话 黑的这个小尖是走不到的 嗯 那么白的再拐 拐 现在这个旗就变得越来越乱了 对 因为这个子打出来之后 我们发现黑旗好像这一串 黑的不活了 也不活了 黑的只有靠这段的上方有半只眼 对 也不活就一下子变得很混乱 那么黑的连长都没长 对 长 他是觉得白旗再压他不敢长了 对 他是觉得长一下呢 这个如果一个和两个差不多 被别人搬住都不舒服 就是比较一下是长一个被搬住好 还是直接被打吃好 嗯 他觉得长一下也并不便宜 可能不便宜是吧 嗯 这么考虑的 所以干脆先出头 长完搬 嗯 摆得 长 黑的再粘回 嗯 然后摆得再把这边 就给断了 好乱啊 对 这现在是非常的混乱 对 非常混乱 因为摆在中央这四个子啊 其实他不见得是就是非要要的 嗯 那比如说你黑的怎么样 比如说打断 打个比方 嗯 怎么想吃我 我不见得以后非得是这样跑出来 那我有可能是走外面 因为黑的下方也没有火 啊 你也不火 对 可以看黑的下方 首先这牵一冲 然后这整块起也没火 哦 就是说我中间四个是有可能可以弃掉的 对 不见得非得要要 那么实战 白的打吃 打的时候 对 他先打 沾 那么黑系觉得还是上下要联络啊 啊 连起来 哎 他是没有 他没压 先飞 对 飞也是好手吧 这个子基本上 啊 先手吃掉 飞一下啊 先手吃掉 白的粘 然后再压 一直压过来 对 这样子上下联络 白的压住 嗯 白的其实通过这段一圈啊 白的自己这边 又变得更加厚实 对 而且可以看基本上以后 比如黑的挡 白的小鲜 白的吃了不少 黑的这地方还稍微欠一点点断点 还有一点点啊 余味 就是白的又捞了一票 嗯 从木属角度来讲 白的是心情不错的 好 现在爬 爬回去 爬回 挡下 这个能挡下去啊 现在 这个挤是先手 因为现在挤是先手 而且前面刚说的这种尖什么的 这白的现在活得很大 这块漆 哦 那能挡下去还是很大的 对 这个挡下去就把这盘漆的实控的均衡打破了 对 对现在好像呃 黑旗也都是一些小控是吧 这个脚这个脚 是的 如果黑旗比如说只是这两个字 那黑的是实控不够的 所以说这个挡下之后 由于挡下之后 现在黑的这个脚很小 那摆在这地方就基本上是实控了 嗯 跟刚才双活的那个图比 木属值差别比较大的 对 黑的飞 这个飞还是要整体进攻是吧 是的 这一块白旗 也需要来做活 白的 哦 白的现在不是白的 先压 嗯 就在这 这一飞基本上是 黑的态度也是比较明确 朋友没得做了 咱们不是朋友 白的在这边是一个弃子 爆炸 对 这个也是找一些 找找眼位 嗯 白的 我现在没斩 先扳了 先扳 对 那这个黑旗下法也是比较凶狠的 对 顶爷 这个 刚才都飞在这了 对 这两个子我也不吃你了 干脆那个你全留下算了 因为吃两个子确实黑的不足以争胜 嗯 那就只能是现在全杀 点了病 点了病这个态度就不是很友好了啊 对 但这时候呢 有一个对黑的不利的事情啊 是黑旗独秒啊 黑旗现在正在独秒 而白旗科捷呢 还有半小时 呦 那这个时间还是优势必小 优势不小 而且科捷美部旗下非常快 这时候我看科捷下基本是秒下 是吧 因为白旗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必然嘛 比如说搬一搬这个 嗯 白的做活比较必然 而黑的该怎么杀白旗 这个独秒 一独秒确实是压力马上就会 尤其独秒之后还是一个这种 在面临的生死这种计算的时候 对 这也是科捷当时挡下去 我估计还是看对手独秒 对 想这个再摘些便宜 所以有的时候时间方面 其实也是这个优势之一 对 时间也是木 也是这种 有的骑手他这个下棋速度比较快 这也是他的优势 对 像三星杯他是每放两个小时 对 两个小时之后 现在是一个主流的一个用势 两个小时相对来讲 不算是慢期了 也不能算慢期 也不算快期 也不能算完全快期 就是下一会就比较容易独秒 尤其在中盘站的时候 因为我看前天 昨天的比赛 谢尔豪对伊利辽的时候 本来可能还很乱 但是由于伊利辽早早进入独秒之后 后面就被谢尔豪完全 把控制局面 是吧 控场 所以我看那个说时间也是木 对啊 那肯定 你看应试杯就是很明显 你可以用木术换时间 对吧 时间也是金钱 对 然后这时候该黑的出招 黑的怎么杀 现在呢 你要说面眼 那肯定是这个跳 是大家都一眼就能看见面眼的手段 但是现在黑的由于自身呢 这地方牵一斑断 然后这块黑的没活 可以看这地方顶一下 飞一下 这地方白的是可以灭黑的眼的 那么黑的想做眼的要通过这个地方 所以白的现在一弯 这脚上会又有一些 对脚上黑的得要跟着硬 或者是白的斑斋 这个脚上黑的都没活 对 所以这个 黑的都要硬 那黑的一硬呢 这块鞋就死了 头绪太多了 所以说黑的现在不能最直接的 对 这种面眼 所以就是你自身不是特别厚的时候呀 你杀棋就会有很多顾忌 对 像现在的话就是黑的走哪 是黑的先要出招 然后白的去接招的一个状态 对 这时候可能出招那一方 要难一点 要难一点 而且它还是个独秒 对 要考虑的 方方面面考虑头绪比较多 是 那黑的是现在把自己补后 我看这步棋 你看并在这里 哦 并在这边 就是再往前进一个 因为这个地方都是补助端点 对 这个呢 就以后可能 比如说木树啊 对吧 挤的时候有个挖断 但现在可能顾不上了 是吧 现在是咱们拼着生死的时候 这个木树不太重要 然后柯杰这步虎 又下的是特别的快 我看 基本上是秒下 就是也是早就想好的应对之策 顶这个灭眼是吧 对 然后 这步顶我感觉 这番棋黑的输了 有可能是百招 哦 是吗 那这步灭眼呢 应该灭在小尖 本身 为什么应该小尖呢 因为顶这步灭眼啊 黑的没灭到 就白的这边的眼位 嗯 为什么呢 说黑 这个地方几只线手 嗯 那这个顶呢 本来就是灭这只眼 对 那虎肯定不能让白的做眼 那么 白的扳一下 黑的说不能让你做眼 嗯 白的一挡 这是我发现黑的在这边 这地方不走的话白的有眼 嗯 那得继续灭眼 对 对打结 这个应该是算白的无条件能打赢 是 那么白的这边就有一部飞 飞了斑的做结手段 哦 这样子黑棋也是一个打结活了 对 黑的这句 其实等于自己补了一手呢 等于是没把自己完全补活 只是单纯的来破黑棋眼 白棋眼 但是对自己的眼位好像帮助有点小 对 是的 这个地方还挺妙的 这我看有 他说 哎 黑的是不是有这个手筋啊 嗯 我 然后 一路打是吧 对 其实还是一样的 这地方还是一样的 你在打还是一路做结 你还在打还是一个做结 就看当时有 齐民在说 这地方黑的有个手筋一跨 但是还是一样 因为第一感是觉得跨完以后 他吃在这儿 是吧 叫你打吃先手 对 但他 打在一路 可能有的齐民还算出跨的时候 白的单家 嗯 这个也是比较妙的 如果单家的话 正好是被黑的有一粒啊 啊 这样是一个 我估计可能水平高点的 哎 算出这个图了 很妙 嗯 这个是非常妙 这样的话一打是黑棋也近活了 对 但是白的可以冲了一路打 这地方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说这地方等于实在 杨敬心 独秒之中补了一手啊 嗯 他并没有补干净 右边这个地方 对 吃棋的过程中 自己 还是自己的死活也要 也要注意 白的小尖 这个啊 白的一 接下来我看这个 呃 杨敬心也是很凶狠啊 这个棋点杀进来 对 这时候我感觉他是 就是那种 这已经收不住手了 对对对对 杀虎眼了 杀成这样了 对 我这个再不杀 这个 没有面子 一般这种棋真的是 点进来是要下决心的 对 这个就是 不是你死就是我吧 对 这个就态度非常的坚决 但可能从黑的之前的这个飞开始 黑的就是已经是 我只能杀了 因为这个客截 他捞了太多了 这边也捞了 这边又给挡下去了 刚才摆到这块去 之前有可能是双活的一个快棋 现在跟黑的木树差不多 所以这时候黑的是收不住手 但是这个 他风险还是太大了 对 这个小间 白的应该搬了一下 嗯 先搬了 先搬一下在小间 对 搬完小间 这都是白的权力 那么白的顶 对 这个一顶 你看你还接着破眼 面眼 接着破眼 一般 哦 这这会 嗯 搬 不太不好吃了 对 这样子 黑的不能继续杀了 继续杀的话 双方要形成一个杀器 嗯 白的这块气太长了 所以白 黑棋呢 吃掉这四个子 对 黑的 白气拐 也算有收获 吃掉了 白的四个子 但是白气还是毕竟回家了 对 回家了 联络了 而且这个段确实是属于打水漂了 是是是 这个 这个 一手棋再加上 倒也不损一幕哈 将来要 有可能不损 关键这四个吃的呢 没有想象中这么便宜 因为白的这个小间是先手 黑的得吃 那白的就可以顺 顺势冲过来了 啊 就等于黑的吃的这四个子啊 你还得补一手 还见小是吧 对 不大 这个地方 小间 上边定型 小间了一拐 然后团 团 上面要小心啊 下面这个也要注意 别吓着吓着走死了 对 我觉得柯杰现在就是比之前 像现在柯杰还有很长的时间啊 他好像在这个地方做活病 没怎么花时间 然后这部棋他想了很久 想了接近小二十分钟 哇 在 所以说这时候他还是有时间的 他这个本钱也很足啊 时间本钱 现在能想二十分钟 想了 至少得有十几分钟 反正这个这一团这么重要吗 就是他在这个地方他是怎么首先确保这个地方白了不能死 然后怎么能收的最好 然后他是想了很久 他是觉得就是一个是要不要继续搬 首先这个搬完之后有可能形成打结 然后现在形势需不需要更便宜还是比如说这么团做活 他不仅仅是可能算一个局部的死活 包括你的判断形势还有后续的这些收速 对他是觉得够了这期够本了 我觉得他这个这里要花上十几分钟来思考 那应该是还是比较有成算的 熏有成竹了 我觉得就是他现在是更稳健了 是 原来 已经黑的这地方不容易冲动了是吧 是的 但还是刚才说如果不补的话有一小尖 这个很大 嗯 那么白的现在搬下去 然后这个白的先手 这是白旗的权利 之前白的做活先先拐回先先挤了一下 这个怎么漏板 哦对 这是白旗的权利 对 白的搬毡 黑的 做活前先把这个打拔 打拔的右上 点一下 黑的顶住 嗯 其实可以看黑的从 或者咱们从点嘛 当时点这部棋来回顾一下 嗯 黑的捞到什么呢 黑的基本上就这地方吃了白的石木棋 对 黑的并没有走到太多的东西 而白的 现在这块棋活了2456789 白这块棋活了9 嗯 那之前说这块棋有可能是双活 对 白的没有木 嗯 好 呃 所以说 现在这个局势可能是 对 不太 对梁品星来说不太乐观了 非常不利 就是这棋杀棋 黑的这右边的木还没有了 对对 这个棋 攻棋最后没有攻到这个成效 效果已经是不太乐观了 最终呢 这一盘棋呃 虽然后面还进行了不少 但是最终柯杰呢还是有惊无险 取得了胜利 也是进入了本届三星杯的决赛江河神真旭 对 他们这个柯森啊 这个对决也是大家很期待的 是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正好有一段这个柯杰赛后的采访 新鲜出炉的采访 我们一起看一下 好的 首先恭喜再一次进入决赛 先谈到今天 感想吧 今天其实布局阶段应该是我比较不利的一个局面 但是我反正当时也想着可能其实行事不太好 但是也没有到一定会输的地步 所以说就还是保持平常性 就是敲最乱最当前最佳的巨下 然后最后面很幸运等到了黑棋的对方那些失误 所以就很简单的引领下这番机 那个决赛对于小生你怎么看 是一番这是一场很令人激动的一次决赛 其实跟小生下过很多盘 但是都是在比较早之前了 所以说之前的战绩虽然领先一点 但是现在的小生已经 身边区已经是非当初的那个什么胡侠阿猛 所以他已经我觉得他已经脱胎换骨了 所以他的起 就可以很多时候看的时候挑不出什么大的毛病 现在这样的起手是他是非常难对付的 所以说我很激动 能跟一位这么强的对手进行决赛 当然我也不会说就没有信心什么的 我会尽全力的去争取胜利 刚才那个赛火完后跟小生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 就是对关于跟你的战绩处于劣赤 他觉得对你是比较难对付的 这块你怎么看 你胜率这块你觉得跟他有多大把握 胜率不知道 真的是一场很努力的一次比赛 有可能很多人来看可能他就会觉得小生线的棋比我强 但我觉得真的在比赛的时候我并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会是一场很精彩的比赛 我希望给观众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这次三一杯三番棋 然后棋节也好很久没有出现这么精彩的比赛了 可能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比赛都没有决到决赛 所以说这个决赛是今年的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比赛 所以说我会尽全力把它下好 我也不敢去说太多 也不敢想太多 就尽全力下好 没关系就好 好的 刚才看到的这个科捷的赛后采访 科捷现在我觉得越来越会说话了 情商很高 其实小生好像赛后的时候 说他对这个比赛的胜率他认为好像是五五开 当时还不知道他是和科捷还是和杨宁心 那么科捷呢 其实虽然他没有表现出来 但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很有信心的 对吧 对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觉得五五开 五五开对 毕竟是非常精彩的这么一个科身 是吧 三番对决 对 他们俩上一次决赛就是百灵杯 最后是科捷获得了冠军 是的 所以呢 现在接下来也就是二号到四号这么三星杯的三番棋 我们也将拭目以待这么一场非常精彩的中韩第一人的对决 那么今天的直播呢也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谭笑 做客演播室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 我们期待后天三星杯的决赛 好的 各位观众再见 感谢